这部影片叫做蜘蛛侠逝去之连 不过却与漫威索尼或迪士尼毫无关联 因为这是由蜘蛛侠粉丝自己创作 视线给蜘蛛侠 以及创造者和所有蜘蛛侠粉丝的一封情书 关键时刻蜘蛛侠竟然没有蛛丝 他也被惊走人一炮击飞 重新安装好蛛丝 蜘蛛侠再次冲向了惊走人 双方毕竟不是一个层次 蜘蛛侠也轻松战胜了坏人 打完了坏蛋 彼得也脱下战衣 变成平时的样子 去和格温约会 他已经准备好戒指 今天是他跟格温求婚的日子 死党哈利还不断提醒他 千万别忘了丹西跪地我 可他最后还是没拿住那枚戒指 只是将格温送回了家 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跟格温约会 格温死亡 死在了彼得的面前 哪怕他用尽了权力 却还是没能救下最爱的人 蜘蛛战衣破损得很严重 却比不过他的心伤的更重 悲痛了彼得来到格温的墓前 发现玛丽剪的那等他 很担心他现在的状况 他却把鸡都撒在玛丽剪身上 还无情地将他赶走 玛丽剪临走前交给彼得一封信 这是送给蜘蛛侠的 让他不要那么自责 可彼得对于格温的愧疚挥之不去 他甚至想放弃做蜘蛛侠了 不仅是他 就连身边的朋友 也都活在格温去世后的阴影里 尤其是彼得的死导哈利 不禁格温走了 父亲绿魔也死在蜘蛛侠的手上 这对他的打击更大 彼得每天都会被噩梦惊醒 他总是梦到格温会撕开他的衣服 露出里面的蜘蛛战衣 他后悔那天晚上 为什么没勇敢地拿出戒指 他还会梦到绿魔 对他做出的诅咒 曾经的超级英雄 如今却陷入了地狱般的煎熬 外面的警笛声突然响起 这让彼得也记起了自己的使命 他又穿上了崭新的蜘蛛战衣 而哈利却独自游荡在街头 城市虽然大 却没有他可以停留的地方 他在桥上吹着海风 却看不到对面的楼顶 蜘蛛侠正在那里发呆 脑中还是不断回忆起 格温离开的那天 死去的格温躺在他的怀里 绿魔也在一旁不停地讽刺 他也终于释放出自己的怒火 对绿魔大打出手 绿魔毕竟不是一般战士 小蜘蛛也一时不适对手 而绿魔又开始攻心 蜘蛛侠自带诅咒 必将一生孤苦 彼得童年就失去了父母 一直被同龄人欺负了长大 因为自己的年轻无知 导致窃杀死了自己的叔叔 第二个便是女朋友父亲 也是因为自己被蜥蜴博士 扎了个头新凉 第三个便是格温 他本来答应岳父再不纠缠格温 可他还是找了各种理由 合情合理地接触格温 但他却忘了自己树敌众多 最终格温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蜘蛛侠彻彻底怒了 这无疑是他最不敢面对的梦魇 他发疯式的一拳接一拳 狠狠打向绿魔 可这些更代表了他脆弱的内心 他不仅有些迷茫 自己真的错了吗 当选择了拯救世界 他就无法救下自己的亲人 可他必须要坚强起来 因为红蓝紧身腋下的蜘蛛侠 有他的道德包准和自我牺牲精神 所以他还是要去拯救 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 马力简站在平台上 回忆的也全都是格温 早已戒烟的他又想点燃一根浮去内心的忧伤 闪电此刻却走过来 他知道马力简很喜欢彼得 甚至他都有些嫉妒彼得 为什么彼得总会引起女孩们的注意呢 底子格温还有眼前的马力简 他以前很讨厌彼得 在学校的时候也总欺负彼得 可在自己有难的时候 彼得却挺身而出 而自己在最艰难的时期 也是彼得和梅伊一直帮助自己 度过了那段时间 格温的死让每个人都很难过 对彼得的打击更大 虽然自己和他们并不算最好的朋友 不过他还是希望 马力简能够帮助彼得走出来 一位母亲正在跟孩子讲蜘蛛侠的故事 他是一个备受尊敬和爱戴的英雄 小男孩都震惊了 他竟然看到活的蜘蛛侠了 这可是他最喜欢的超级英雄 原来帝母患上了绝症 他的愿望就是能见到蜘蛛侠 母亲将他的愿望写进信里 并寄给了报社 可他根本没敢想 蜘蛛侠真的能看到那风气 还亲自来实现帝母的愿望 看着满屋里都是自己的贴话和报纸 蜘蛛侠不禁有点感动 这可是纯纯的真爱粉 不光拥有这些 帝母甚至还有蛛丝发射器 彼得也给帝母讲了发射器的原理 那是他小时候自己设计的 帝母又拿出自己心爱的玩具 都是跟蜘蛛侠有关的 彼得很感动 不过他也问帝母 超级英雄那么多 美国队长和雷神也很厉害 为什么单独钟情于自己呢 帝母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因为你的片子最多 不光是玩具 就连电子游戏也都是与蜘蛛侠有关的 彼得也陪着帝母一起玩起来 可突然帝母一句话 让彼得陷入了沉思 彼得对帝母坦诚不恭 他不是帝母想象中的样子 所有关于他救人的事 也只是故事而已 他也开始给帝母讲他真正的过往 五年前他只是个普通人 却被一只具有辐射的蜘蛛咬中后意外变异 才让他拥有了蜘蛛侠的能力 彼得成为了蜘蛛侠一夜成名 并且前往地下拳场和别人摔跤赚赚钱 可同时他也失去了最亲近的叔叔 这一刻他开始复仇 他在仓库里杀死那个害死叔叔的罪犯 后来绿魔将他带回了那个仓库 这段痛苦的回忆再次响起 不断的循环 他几乎每天都在回忆这些事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愿不要这种能力 这给他带来了太多的痛苦 他以为说出这些 帝母可以不再崇拜他 可他在帝母心中的位置早已根深蒂固 帝母的母亲也恳求他 帝母已经一无所有了 留给他一点值得信仰的东西吧 彼得再次回到帝母的房间 而帝母也开始给彼得讲述 他所知道的蜘蛛侠所有的英雄事迹 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 帝母的崇拜化为彼得内心的自我救赎 他也答应帝母最后一个要求 摘掉了自己的面罩 只有在最相信人的面前 彼得才会暴露身份 否则敌人知道他的面目 他身边的人就会受到牵连 帝母无疑得到了彼得的信任 因为彼得感谢帝母 使他点醒了自己 彼得再次来到格温的墓前 他很抱歉 当初没有保护好格温 Nah G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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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You died I was ready to quit Forever And I have always been ready to hang up the costume But it was different this time It felt like I had no one to live for It was selfish But Tim helped me see a little more clearly I think I'm ready to try and live again 彼得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忘了 他也录下了对格温的思念 玛丽姐和哈利此刻也回到了公寓 哈利向彼得道歉 他不应该在彼得需要他的时候一走了之 他们也得像蜘蛛侠一样 还要继续未来的生活 他们也是彼得最好的朋友 也会永远支持彼得 三个好朋友重归于好 而彼得还要继续蜘蛛侠的责任 之所以蜘蛛侠备受大家喜爱 可能是因为他的正义感 他是正义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 并且总是在保护居民免受罪恶之手 他的道德包准和自我牺牲精神 也是他成为了一个备受尊敬和爱戴的英雄 他在保护居民免受罪恶之手 他在保护居民免受罪恶之手